我自我介紹 我是台北州北陀駒 文建威總駒所 我是在台北州板橋駒 在那邊從每個禮拜三 有主持一個 台灣國際地位華麗廣場 在那裡大家可以來分享 學習跟探討 有你公立 無你無你 來運稅歡立 每個禮拜三 希望各位有空 你們都可以來玩一玩 然後也可以來參與 這台北陀駒很恭喜你們是高級班 高級班你們現在已經快要接觸 你們就可以到周禮來 你也可以來上班 開始可以來上班 或者是你要看什麼時候 我們反正要執政 也是在這幾個月 我們要開始 我今天晚上 我今天晚上跟 今天早上 不是晚上 今天早上要跟各位分享 就是這個很多跡象 我們現在即將要執政的總統跡象 我要跟各位分享 最近大家都有聽到 電視也有廣播 我們台灣是不是有一個叫羅水溪有沒有 那佐水溪有沒有 佐水溪變青 你們有沒有聽到 有看到 歷史上有四次 這一次是第五次 第一次是在正成功到台灣來的時候 是1662年的時候 那個佐水溪 佐水溪那個水變青 變青 變青在台灣是說 如果佐水溪變青的話 就會變天 政府就會壞 會變天 第二次是1945年 日本第二次事件的大戰 失敗 那個時候是無條件脫下 1945年的8月15號 佐水溪又簽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就是殺人的筷子手 蔣監國四次 過往生去 就是1988年的1月13號左右 那個時候 那個佐水溪變青 第三次 第四次是二年年 那個陳水平下來 全台灣大家都非常的高興 台灣要變天了 那台灣人就是執政了 那ROC從中國來這裡 殺人搶奪 把我們資源搶光 殺那麼多人 我們就是迫不及待的 趕快把他趕走 或者把他推翻掉 那那個時候 陳水平就是台灣 台灣人選上總統 那我們就很高興了 那個時候是第四次 這一次是第五次 第五次 我們也有很多新的這些消息 也有很多新的跡象 我今天有責任要那個介紹給大家了解 因為我今天的課程叫做總統跡象 這些即將要執政的這些總統跡象 好 那麼 台灣有這個不幸的命令 我在台灣到現在 我就第二次世界大戰 在前一年我出生 等於我出生的時候 就第二次世界大戰 到了七年以後 我讀小學一年級的時候 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 我七歲 我在學校一年級 我看了非常的清楚 當場在殺人槍開槍的時候 我都看到 我那個時候很害怕 但是後來我們也不懂事 大人也不准我們講 他哪有他沒出 然後就是這樣一直來的時候 越來越來越大 長大的時候越搖結 我原來ROC到台灣來是 非常的兇狠 然後非常的殘忍 那個時候 1945年來的時候 我們是想說 祖國回來 那個時候回想大人在講說 祖國祖國 回到台灣來 那麼我們台灣會出頭天喔 結果沒有想到 來的時候 把你日本籍的國籍 變為中華民國 而且在調邊 跟他們自己的同胞 自己敵人打戰 然後在我們四萬換一塊 把我們錢整個通通 一夜之間全台灣 不管怎麼樣 戶遊都變窮人 然後再有三七五檢株 把鐵裡的 把電竹把它變為電龍的 什麼三七五檢株就是 一萬斤收穫的倒楊 然後只交給電竹 三千七百五十斤就可以 叫三七五檢株 自己本來就得不到 連一斤兩斤都得不到 得到微少的一些工資而已喔 結果自己變成 一萬斤擁有六千兩百五十斤 十萬斤的時候 就有六萬兩千五百斤 然後在那個時候 如果你電龍有錢的時候 你可以把這個 你所耕種的這些土地 把它買下來 那電竹呢 無條件要賣給你 不可以賣給別人 那個時候規定是這樣 然後那個ROC政府 再從這些電龍 土地 把他什麼 土地要都根啊 什麼重劃啊 又百分之三十四十 又被他縮掛回去 我們在桃園有一個叫成功成 那紅功成 那邊有人被人家什麼呢 就這樣重劃五次 七八千平的土地喔 被人家重劃了五次以後 變成剩下多少 兩百多便 有人有這樣子 當然這個是我們財富的 最重要是我們生命 二二八事件 土殺了那麼多人 我們知道呢 我常最近在講一個 六九電力 殘忍的獨裁的殺人這些暴軍啊 他都不會超過六十九年 你知道嗎 金正日 北朝鮮金正日 活到六十九歲就死掉了 利品亞的哥達會 也是六十九歲死掉 伊拉克的海山 也是六十九歲死掉 蘇聯啊 那個時候叫蘇維埃 資本主義 那個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 一九二二年成立 一九九一年了 結停了 六十九年 中華民國 也就是在一九四五年來的時候 我們認為我祖國來了 回來了 我們將要出頭天了 沒有想到第二年的時候 就把我們的國籍換掉 我們臉感覺怎麼樣 第三年的一九四七年的二月二十七號 就發生台北嚴皇一個老婆 老婆賣香煙了 出了事情的時候用槍通輪架 然後把那個所有的香煙都沒收 然後才發生二二八事件 第二天二二八的時候 那個機槍拿出來 所有群眾都開槍 死了很多人 後來越鬧越大 整個全台灣都在 推翻在看報的時候 從中國開過來的船 從基隆上船 他一下超越的時候 即將不管是水 在路上 攔掉 撞撞撞撞 Watch the 撞撞撞撞 死了光 打厲害 然后把每一个人有的活了 用那个铁丝在那个手掌 不过在脚赤过去绑起来 他要省了一颗子弹 就这样拖到海里去 就这样整个通通拖下去 所以他这样子说 等于我们现在才知道 我们大家都在讲 讲戒时就是筷子手 所以这样子的时候 1947年 你给他算算到2016年的 去年6月1号没有中华民国人 等于也是69岁69年 最近川普当选 他在讲没有一中原则 一中政策 只有一中政策 你们知道不知道 什么叫做一中政策 什么叫做一中原则 一中政策是法律 效有法律的 根据法律 由依据法律 四万国公华 是一中政策 什么叫一中政策 全世界只有一个中国 那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或者是你中华民国 你们自己去讲 你们去讲 你们去和谐 你们看哪一个是中华民国 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 台湾不是中华民国 也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然后你们两个国家要自己去 你们自己去和谐 然后最重要的 美国制服 所有全世界不承认你ROC 你是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 或是代表台湾 代表中国 你都代表台湾 你都没有钱 这个是美国都不承认 全世界都不承认 然后今天 我们已经出国 在去年我们开始的时候 你先的联合国 承认我们台湾 台湾就是我们秘书长 林士生博士 向美国在华盛顿DC 到那个地方华人去告 告美国总统 告当时的ROC的总统 告他结果我们赢了 拍下来的时候是各自 我们去年又第二次去提告 第一次拍下来说 台湾人没有国旗 第二条 台湾人没有和法 世界承认的政府 第三条 台湾人还在 那个政治的恋意中 第四条 台湾是美国占领的 美国有关单位 要这个保护台湾的 这个台湾地方这个人员 他有应目 他说这样就是 他要负责 他要保护台湾 第四个 台湾就是美国占领去 所以在那个西阿维的时候 在2008年 在跟欧巴马在争 那个时候在要竞选代表这个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的时候 两个人在争的时候 西阿维 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复杂那么复杂那么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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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裁 台湾这么多说给他们我们现在世界和平 下面马上第一张纸给西阿维 你在讲什么 台湾跟彭斯我们美国占领区愿 怎么可以忘给他 我那一幕的竞选的时候我有看到 结果呢 下一次我就一直在书里西阿维 他就讲台湾就不一样了 到今天为止 现在川普因为得罪了这个媒体 然后也得罪了中国 中国就是把过去所有这个那个欧巴马 所有很多经济方面 所有国防们都让步 美国都吃亏了 川普就讲了 你像我美国买钢铁 你买回去百分之七十八十 然后你再回卖给美国是什么 内裤 什么那个比基尼内裤 你像我美国买百分之七十的黄豆 回去你们中国 你卖给我们是什么 是泡面 卖这些东西 所以说川普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都很受不了 我常常跟你说 以前是女人 几年前都是女人当总统 这里学的都是女人 像最近学的也是女人 然后最近女人都出事了 哪里出事 乌克人总统不是被人家关起来 巴西总统也出事了 然后我们那个德国的那个 那个总理也因为赖民的问题 那也是民调也是嘟嘟嘟掉下来 现在连韩国的那个女的总统 也因为人下来 结果现在是换什么 我在讲 常在讲说 笑的 笑的你们知道吗 杜特帝 那个惠利宾是不是笑的 现在要换笑的当权啊 那川普也会当权啊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一直在想 你当你川普你怎么会当权 现在过滤起来才知道 川普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 现在才知道 欧巴马从克林顿来的时候 都被拿到中国的好处 连AIT也是一样 还有一个哪里 就是像那个中国也有 那个驻美国驻中国的大使 一届一届来 有一届我看那个人是没有 跟他们常常唱了调 那个广东人 其他的都是被他们说买 以前的海格将军 那个时候一直下来 一带一带他们都被他们买去 你知道吗 美国这样子跟他 中国全世界的贸易顺差 他净赚 总共他净赚五千多亿美金 美能 光算美国算美国是三千六百多亿美金 所以川普说 你中国你所有都得到好处 我都没有 我现在统统要推弯 欧巴马时代所有这些答应的 所有我现在重新 我要改掉要推弯 结果他最近写了一张信函给习近平 有没有 现在全世界 报纸都是负面的 只要那个川普一举一动 都是负面的 都是写他这里不对哪里不对 我现在引起灵略 那个都是假的 然后每一张川普的脸上的照相 都是那个生气的怒怒怒的那一种 那个你们有没有看到 所有现在报纸出来的川普的脸 脸空的那个照片有哪一张好看 都没有好看的 这个都是现在所有报纸 全世界 华人地区说 都被他们掌控 所有现在就是因为 这样子 那个川普 有一点就是什么 好我今天对不对 像我要冻结这个难民到美国来 要不准他们入境 结果这里还那里还 我到处都是在抗暴 然后结果怎么样 很简单 全美国48%暂成川普现在的所作所为 41%反对 你看还是有其他人还要过 然后发生什么事情 川普在20天 只有就是20天 把所有他以前在进行 答应出来的那些证件 意见 证件 现在统统一一都兑现 有人在笑台湾的蔡英文 你已经上台了200天 你输给那个川普20天 所以最近一直在讲这些问题 所以我今天我有这个责任 要跟大家分享这些 台湾蔡英文的前身就是买酒 今天我们台湾民事府 我已经来五年了 我们每一年 我都看到没有什么动静 到了七年 七年 我们台湾民事府秘书长夫人 做到非常成功的外交 在美国办酒会 在日本办酒会 然后在美国开国际记会 有国际记者会 引起全世界注意 又去年有一个G7 G7是联合国的 联合国组织所有这七的工业国家 总基因批示63% 是非常强大的国家 也就是代表联合国 他说台湾2300万人 我们要以国家的对待 结果现在整个全世界 有10亿的人都知道台湾 以前很可怜 在台湾在全世界看不到两个字台湾 所有报纸都被他们轰锁 被他们轰住 现在他们没有办法轰住 尤其是现在那个川普上来了 而且对这些对立 报纸对立他不怕 他做了很多对的事情他不管 不像以前欧巴马 他们都不讲 一碰到中国 我最讨厌的就是说很遗憾 有没有 你们听过这种话 有没有 这个实在是不得人心 这个这样子的时候 实在欠缺 检讨 我们应该要再沟通 很多是讲这些不痛不痒 国民党他们一批别 这个都是民进党 像这样的话 以后民进党你怎么有票 很多是讲这些刺激的 你川普以前欧巴马 他讲到中国的时候都很遗憾 讲到男孩在争执的时候 美国欧巴马也是讲到 实在真是遗憾 你看中国一下都叫不惜一战 如果再叛了队友不公平 我要奔出海洋公约 有没有 中国都是这样的 最近中国跟炳朝鲜下落板了 川普不信他这一套 不像以前欧巴马 对付中国的时候我要怎么样 我不行战争 结果他现在 美国跟日本韩国在这里 要对付这个时候 对付这个比朝鲜金胖子 这个叫金正恩 这个人 这个人 这个人是中国的牵一条 陕子的一只狗 一直在那黄泉黄泉 这个人是怎么样 现在才知道 中国是靠这一只权在那里全权 就是在那里发射什么核弹 这些都是他们的技术 以前六方归宇你知道吗 日本美国韩国 俄罗斯跟北朝鲜跟中国 六方归宇大家来 耶稣北朝鲜你不能再这样啊 好连人口也制裁啊 你不能输进去啊 然后很多原料啊 原物料都不能输给他 结果他们啊不缺 北朝鲜照样有换肢 结果后来才知道 原来中国是暗中的在输输送 结果美国现在一碰到六方归宇了 不来了赶紧这一套了 然后现在才知道什么 你北朝鲜你连一个汽车 你都没有办法制造 你还可以造那个原子弹 你造核弹啊 有一次真的翻脸啊 正在那个演习的时候 美国换太阳地区的总司令 他怎么讲啊 这个叫做那个 那个总司令怎么讲 那个是日本人 我们在演习是演习 但是我们都是准备 今天晚上要开战 结果说对这个竞争呢 真的要 要真的要审守 那个政策要杀了他 结果中国马上 派了几千位四五千个部队 越过那个边界 准备要去拆除要拆掉 你知道吗 所以这些 美国有这些正义之事都看在眼里 欧巴马他们都是 后来都跟西阿雷都是一样 他们这些都是出卖 美国利益的 而且西阿雷还有一个 最近危机协命被人家 拿出来什么 他以前的那些电子邮件 有没有 他说要把台湾跟澎湖 一兆三千亿美金 要出卖给中国 让中国 晃乱中国 来统一台湾 结果现在被关注 有一天 如果整个通通出来 证据切凿 也许他们讲 希腊的从此就开始 离开自然 这几天现在是在酝酿 但是他们也跟中国 所有这些报章杂志 现在一直都对川普非常不利 但是川普不怕 所以我们现在是站在正义这边 我们站在华丽这边 今天台湾也变到现在 四百多年来 没有人去告当下的总统 那个政府 都是被杀佗的 被枪毙 我们秘书长用一支笔 我们告到美国去 在华洞州的DC 告美国总统 告台湾的当时的总统 我们都告他赢了 现在我们第二次 我们下个月9号 我们会派再一批人到美国去 我们在3月9号 开始要有一个什么 辩论 辩论好开始 哲情宣戴 宣戴的时候 再来就是丢念 丢念马上就施行 也就是现在去年到现在 就没有双方英国 现在讲得非常清楚 川普教我只认得一个政策 一中政策没有一中原则 然后现在演变到什么 已经没有中华美国在台湾 蔡英文他们是链石政府 他们是构渡政府 他们不像以前是ROC没有执任 因为在2006年的时候 秘书长去告美国的时候 2009年的4月7号宣办 怎么样 我刚才讲的那些年 台湾没有国籍没有政府 结果现在 美国就从那个时候 开始对ROC 好像一棵大树 就那个根一根一根的铲除 一根一根的铲除 怎么样 把ROC的所有的这些 第一 2011年就开始 把所有的经纪 船师 那个战车 然后军车 所有那个徽章 通通通拿掉 等于没有政府 没有徽 没有国徽 然后把三军总司令部 所有都能撤掉 空军 海军 陆军 连线军司令部 通通通撤掉 现在在台湾没有 接着行政院的新闻处 也通通把他撤掉 所有通通撤销掉 因为中国 骇客到美国 侵入到美国的什么 国王部 美国的金融政府 美国的国务院 美国的白宫 有141次重大的事件 美国在2011年 也开始在乌克兰都 成立了一个花千位32亿 然后有一万五千个人的 骇客的部队 在队附他 中国在上海 有叫61398的部队 所以美国现在就这样 一直在队附中国 所以现在已经演变到 这方面 讲讲日本 安倍金山 现在就是 刚开始 川普那个时候 现前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 当前 当前那个 总统的时候 马上打电话给蔡英文 称他为蔡英文总统 结果很多人在讲 糟糕糟糕 那个川普怎么可以叫蔡英文总统 那他们中华民国还在是不是 我说不是 错误 结果这是错误 什么原因 因为一个 不管你是后闲人 你是总统后闲人 你不管怎么样 全世界有两百多的国家 他们没有办法一一去了解 尤其是台湾以前都被人家盖住 在全世界没有台湾 根本没有办法 人家认识台湾 川普也是一样 所以他以为这里是一个国家 他打电话 卖了好几十亿的经过 大家都高兴 然后我们 在台湾的人 台湾人就非常的生气 说你为什么要叫他总统 向我解释的时候 慢慢现在大家都知道 你看他自从就职的时候 我说他在就职以前是 他私人问你他是生意人 就职以后就不一样 就是以后有没有再讲 蔡英文要打电话 要跟他接触 跟他们的官员接触都接触不到 结果现在 美国川普所有的人 只要讲到台湾 要加强的派官员到台湾来 是跟我们台湾民政党 不是跟他们 跟他们是维法的 以前都讲 美国的官员 不可以直接接触这个ROC 只有台湾 台湾都讲我们 因为我们是严告 他是被告 所以像阿拉伯 很多的这些 那个民政党 你要相信哪一个民政党 那个时候美国要涉及 人家说 那要交给民政党 民政党有几个 你知道吗 26个 你要交给哪一个 结果也有解释 我们秘书长也有解释 你美国你要承认我们严告 我们是司法案件的严告 而且我们在2008年10年 我们在美国 华盛顿DC那边有设办事处 我们在那开酒会的时候 美国有100多个官员 来跟我们祝贺 所以在伊拉克也是一样 在美国DC有司令办事处也是 美国跟他有法令的这个 他即接触的承认他为正式的民政党 所以我们也是正式的民政党 然后他们到现在美国没有贺电 美国没有承认他是中华民国 美国已经去年的6月1号 我们在台湾我们都接到消息 就是美国的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 开了一个会88号 怎么样 决以文 台湾没有中华民国 那个罗伊斯就是外交委员会的主席 做专机把那个文件拿到台湾来 交给蔡英文 蔡英文一看脸色都绿 你知道吗 现在在台湾ROC发生什么事情 来这里通通贪污共换结果 现在有一个招王金案件 有没有抓 没有 示范的改革 说要改革没有要下班 也没有 所以很多这些都没有动 结果现在怎么办 因为他们是属于临时政府过渡时期 也就是要交给我们 他们现在也知道 就只有一个水克兵 台北市长现在有跟我们接触他未来 说最终他们都要未来 民进党他们也未来 因为他们再怎么样头上 中华民国已经没有了 而且是围滑的 以后在他们怎么样头上都是台湾名字 以前我们是台湾西哥大门 现在就是台湾大门 我们在台湾就是美国承认 全世界承认 联合国现在也承认 我在这里一一介绍一下 我先介绍 我们在台湾的这些 找你给你们点 台湾现在是属于 台湾华里地位是日俗美战 等于日本天王的土地 台湾和南海也是一样 等一下我一一讲 然后美国占领了 全世界我们贯国共华战争 大救星人和平条例 占领不得移转主权 美国不可以在这里移转主权变大了 如果可以变大了的话 美国他199几年也生命 我们不要再土地了 如果他要土地的时候 像161820年3年 你知道吗 那个什么 海冬化那个叫什么 那个化国那个叫什么 那个卖 拿奥人 拿奥人的时候就是战胜为王就占地 美国也是这样 阿拉伯通通被他 他不是赢家 以后这个地球都被美国了 不可以 万国公华就是 你在占领地 你是殖民地 你可以把人家分割 但是如果是人家的土地 不管对方是战败 你都不可以分割 所以台湾是日本天王的土地 再怎么样你都不可以分割 战民不得已转主权 这个是国际王 万国公法 然后流亡政府不得就立合法 中华民国蒋介石他是1945年来 1949年来 1949年的10月1号 被毛泽东推翻 武力推翻成功 革命成功 他就没有了 后来他就变成魅王了 他自己有讲 等一下我有照片给人看 所有这些已经 他从那一天开始变流亡政府 流亡政府也不可以在这里 就地合法 他现在有换了好几个岁 我们赢了 把我们改国籍 把我们去增边 被占领金不可以增边 然后把我们照搭 我以前跟人家讲 跟你们也一样 所有同性跟人家讲 谈文字我讲话里 没有人要听下去 有一天秘书长讲的 我们是被占领器的人民 人家把你当成奴隶 所以我这一句话 我永远都去住 我赶快跟我儿子讲 你是我的儿子 你是奴隶的儿子 你是女儿 你是奴隶的女儿 我的大年已经有孙子了 我大年已经做阿嬷了 我说你是奴隶的孙子 奴隶你生的孙子的孙子 都是奴隶 结果他们眼睛都真大 什么叫做奴隶 我们就是被占领区的人 他们把我们这样当 永远都不会吃过天 好在现在秘书长去告 我们告赢了 你看看 这个 很喜欢用这个 跟大家一个 跳迪的解释 也连人需要西连人 美国主要占领全国 钥匙在这里 手术在这里 钥匙在美国火机的嘴上 雕在那里来 有没有用 台湾刚普普现在要出多天 必须要美国写正式的文件 那么台湾普普才能够脱离 占领 我们成立台湾政府 那么也不是说 现在ROC留下来 这些台湾人他们在当官 我们要把他开除掉 不是 我们就是承接下来 然后你要效忠 我们台湾民政 我们台湾民政府的所做 所为代表法令 我们等于在全世界 我们代表法令 必须要效忠台湾民政府 所以说 现在要由美国 把这支钥匙打开 现在川普就是在做这件事 你看看 我今天讲 显现即将执政的总统迹象 这个是我们的秘书长 我们的秘书长夫人 这几天非常成功的去 美国参加川普的救赐 我有几张重要的照片 你们有看过 这几天我相信你有看过 我特别举 几张最重要给你们看 这个是2017年 今年 共同研接TCE直至曙光 真正来临了 你们耳朽福气 如果按照我想的 你们现在就可以上班 回到你们桌里去 你就可以去上班 当然现在是无几时 但是会补给你 当然你现在也有在上班 没有关系 你可以准备时间 你可以选时间 来桌里上班也可以 好 川普跟那个 这个他老婆 川普真是旧子 我很喜欢看他的家族 以前看他是一个 属于一个不是正派 属于一个什么 一个那个好像 那个列英 他们好像那个 那个我常讲刺客 不是杀死人的刺客 是那个选票的刺客 你有一张嘴巴你会讲 结果现在不是 为什么他会得了那么多选票 因为美国真正的实事求是 真的他解决什么 解决很多失业问题 然后被中国这样的贸易 一叉被中国这样坑 他说所有工程都回来 不回来你看 你不回来我把你的那个 货务税的科百分之三十五 然后把那个 那个墨西哥强的要为钱 我会叫你墨西哥付钱 我以前说 川普啊 你是懂得政治而没有 哪有你要为人家的钱 要叫人家出钱 谁会付你这个钱 结果现在墨西哥要付钱 川普非常厉害 我们是正义感 我们正义 我们是正派的人 我们佩吾川普 他们怎么讲啊 勿引其中路 全美国全世界都混入 我怎么可能 所有这些我要告诉各位 你们现在在这里 你要表现在台湾 我们被什么糟蹋了现在 因为在去年前 我们用选票 把他get out 混到马英九 他们的那个国民党 现在换民进党人类 但是没有经过美国的贺电 但是他们现在 没有办法办他 叫什么 你用中国 中华民国的宪华 来办他们的 哪有可能 没有办法 我还有歌词 不传证人 我还有歌词 不先判 你没有办法 但是我们看到川普的时候 你实在有厉害 最近 连墨西哥都愿意要付这个 围墙的钱 要多少呢 要一千三百亿左右 这一千三百亿美金耶 所有他 最近 中国 埋了三兆的美金的 这个美国债 有没有办法还 没有办法 被欧巴马以前 柯林顿那个时代一直负债到现在 都是最高期限 每年要付一兆的债务 增加一兆 到二十一兆左右 已经快要到 怎么办 不行一兆 我们讲笑话 这个不要讲太多 现在如果是赚了一下 那个债券 就不要还了 所以我们不是在讲这个 重点不再讲这个 美国会进步 美国就是 川普他说 他们要国家利益 像川普有一个角色是什么 很棒 大家都鼓掌 他要花一兆一千亿美金 在美国基础建设 地铁够不够不够 高速公路够不够 高铁够不够不够 建设 你看 大家鼓掌 所有就是美国扭转这个方向 扭转这个心机 就是由川普现在他在改变 在创造 我们大家都鼓掌 但是他们呢 用报纸 用很多这些来攻击 所以我们聪明的人 我们有理智的人 我们会分辨清楚 你看 我为什么要先秀这一张 这个就是川普的旧式的典礼台 你看 就在这里 你有没有看到那个摄影台 他就站在这里 ROC派系的人是在这里 他们去的跟邀请去的不一样 因为我这个是秀 那个很关键的照片出来 你看 他们派系的人是在这里 比较近 还是这边我们秘书长 路人比较近 你看 这个就知道 好 上面那个叫什么 代表团 4月28承认为外国政府 就是我们TC 我们台湾民政府 就是在去年的4月28 美国安全 国家安全署 就已经判定台湾是美国国外的政府 以前怎么会 以前都是判不是他们承认ROC 台湾要登上报纸是不可能 我们台湾民政府 我们在美国的时候 有代表的时候 他们从来 几十年的台湾同乡会什么什么 从来都没有看过什么台湾被登上报纸 我们台湾民政府从西西文开始一直一直到现在 一直全世界都知道我们台湾民政府 而且联合国也在永务 通通不在台湾厂 你看看 看这一张 他们还没有回来 我就说到这一张 为什么两个人来这个保护我们秘书长 不可能进会场 一百万的场面的人在管理 一百万的管理 那每一个人 如果有两个人 那要多少人 不要说一百万 一万个就好了 一万个也要两万个 你看这一张多重要 内洋人一看就知道 我看门道 我一指这一张的时候 大家醒起来 对哦 要有安全人员来保护的时候 是何等的这个 那个时候高等待遇 你看看 来到这里 进到那个 外围进到内围进来 那里都有警察在管制了 到里面来 你看这一张 有没有 已经stop在那里 后面的那里不能进来 这些 他已经进到前面 进来了 两位保护 他们啊 ROC是这张照片 你就看到 他们是这样 到外面的那个 礼宾席 那个外面 那个 大众的那个位置 他们这样进来 跟那个 由人家保护进来 有没有一样 不一样 所以这个 我们要执政的这个迹象 是美国政府承认台湾民政府 美国政府直接 邀请我们台湾民政府的官员 到美国去管理 这个 这一张就看得非常的清楚 然后 在那天 我们秘书长夫人 参加了这一张 这个才骄傲 世界妇女会 那天要官员的时候 先开一个找位 就是一个什么 非常出名 有名的一个 那个女士就是 川湖这一次 敬弦的左右所 非常有功劳 而且非常有能力的 而且也是综艺人的名人 然后他代表开全世界的护理位 他邀请夫人怎么样 你知道吗 他说回去 你来亚太地区的护理会的 什么 我们一般谈理事主席 理事长 什么知情长 不是 他说你来当亚太地区的护理会领袖 你看 护理会领袖 这个都棺材 很多人不知道 我们现在这一边来 慢慢在引进什么 他们说能够邀请我们到 我们很喜欢到台湾来访问 那这一来的时候 我们台湾民政府 整个全世界 抱着一登出来的时候 我们台湾民政府是什么样的位置 所以现在已经慢慢的 今天我有责任 我要一定要把这些 一一的行验出来 给各位了解 你看 跟他妇女领袖 也有我们公关在那里 每一个一个一个跟他们接触 他们一直也非常赞亮 我们秘书长夫人何柳世卫 何柳能力人 邀请他做亚太地区的妇女领袖 这个是吴老师 这几天你们有看到他 我很感谢他寄这一张给我 你看 台湾西威大门 这个 整个这些 都是大公司 都是那个什么 那个 苹果 野果 还剩那个什么 还有那个 山宋 山仙 这些都是大公司 还有百事可乐 你看 台湾西威大门 这个起进来 是从来没有几百人来 全世界都没有了 这一张非常的可贵 你看 然后又邀请我们前两位的这个参议员 五十位的综艺员 所有这些人里面讲了一句话 我告诉你 我们听了实在会高兴到调研内 他们在医的所有来都在见我们秘书长夫人 他们不知道台湾是什么 他们不知道华里 他们不知道 哈 台湾被ROC这样是占颜欺悟 他不知道台湾是这样的经历 结果他说 我们要彻底的了解 然后请你们来 跟我们所有的众议员 谈一谈华里 秘书长讲到这里的时候 他是从内心高兴出来 我很会看 这个我们大家都高兴了 他说 请我们去教教他们华里 国际华里 他们不知道 前几个月几七年 秘书在讲 秘书长在讲 我们还 诶 有这回事吗 日本安倍派人来 请教我们秘书长 什么叫国际华 什么叫国际华 什么叫做国际华 和旧先生和平调音 到底是什么 日本很可怜 日本他们自己的 那个祖先 自己的那些 为国兼须的 那些叫做什么 靖国神社 他们要去拜都不行 每次要去拜 就受了韩国 中国的干涉 受了中国 韩国的打压 他们都不知道 他们的教科书 也不能写说他们的祖先就这样 为国兼须的日本神社都不可以 现在大胆 现在不管你 现在日本也要把 宪华第九条拿掉 入位贵位改为国王军 然后现在日本天皇要退位 让他的儿子起来 儿子起来的时候 可以再租一个餐厌 叫做贵族宴 然后开始一步一步的来 把所有亚太帝 所有这些土地 通通要回去 结果你看 现在我们台湾民政府 所有这些他们都不懂 日本安倍晋安的派人来 请教我们秘书长 连普京也派三个人来 请教我们秘书长 普京非常清楚 他们北方四岛 他人家善良 他们要负什么责任 普京他都很清楚 结果他派人来了 他来的时候还要邀请 我们秘书长到俄罗斯那边去 所有会用泰号书 所有什么什么还要加电什么书 秘书长都不可以 万一去的时候被ROC挡住 不能回来 所以说一直演变到今天 我们赢了 我们现在已经将在5月3号 我们将要跟美国政府直接谈判 我们派了11个人 他也实践11个人 就这样直接谈判 然后我们60个 90个人 怎样跟他们在一起 添他们谈判 所以我们现在 那个场面会越来越浩大 越公开 然后中国现在都不敢讲话 中国在台湾 我要告诉各位有第五中队 第五中队 第五中队不管各行各业都有 连那个里长都被他们绑住了 很多全台湾 全台湾有很多立华委员 很多的林里长 很多的这些乡政党都被他们绑住了 各行各业连离华的 美华的计程车所有 通通被这第五中队绑住 因为他们现在在台湾 没有一个ROC中华民国 他们现在中华民国的土地在那里 金门麻糊跟平台 所以在台湾现在第五中队在运作 他们在这个运作的时候 对我们会有很多危害的地方 所以我们处处要缓 跟他们以前找白色恐怖的时候 讲过疫情话叫做什么 我会别随时都在你身背 所以现在我们台湾现在是这样 美国看在眼里 现在美国海军陆战队 陆续的一直进来 美军一直来 我们现在在几个月 连日本的军队也会上来 所以我以前 这个是我个人讲的 我说当美军来了 在街上摇摇摇摇 日本的来摇摇摇摇摇 我们就是要执政了 以前的 你看这些都是一一的跟 我们的秘书长夫人 在谈在了解在认识 偏一偏 这个人听说是非常有能力 而且他是什么 川普的非常重要的左右手 这个人非常能感 他也是什么阿拉伯还是哪里的 那个后裔现在是美国人 他也是众议院的一颗明星 他现在的所重所为 跟这个川普有直接的关系 他讲过一字什么最重要的话 你知道吗 他说 告诉我们夫人 你现在到美国来 你要从哪里下手来开始 用人权 因为我们都会讲到自由 讲到民族 都说你从人权 真的 美国华盛顿的时候 他从哪里开始 从人权开始 所以现在 另外呢 我们现在一直呢 就是在 那个 美国所有这些大小会的时候 我们也听他这样一讲的时候 秘书长早就是这样 人权的要求 人权的追求 我们就是这样 我们的鱼鸡罐 没说完 好 现在 我现在跟各位谈一谈 我们台湾人要决险的就是 民族 为什么我要把这两三照片 每次都要秀出来呢 让大家 在潜意识里面扎根 让它伸到你心里头 我们看到这些照片 眼面都会掉下来 台湾所有整个资源 都是被他们抢光 他的什么军二代 党二代 什么企业 什么副二代 所有从被他们抢光 也有中国跑到台湾来 那个台北的宗教统部整片 都是用人家的名义买掉 台东花莲 所有土地也被他们买去 民宿也被他们买去 通通都是这些二代 你看到他们来好像乞丐 他们以前讲的乞丐一定的 到台湾来 现在所有大楼土地 大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